最近有民眾發言在高雄 作文車上來 台語刻意的公佈 如果說到輕貴這兩年都用發言 所以民眾到手後 高雄作文公司有用專台語來出事 但又落後是認為說 台語說作輕貼 怕民眾會聽不懂 有更改說發言 這種作法發言者 高雅醫團體是真不願 批評公佈盟實在是難打頭 也違反國家議員發電話的進行 根據行政院在控制空年的報仇 高雄說台語的人口有達到一百十十萬人 是全國有一超過百萬人的社區 台語學者不理解 高雄作文公司 經濟用怕人聽不懂 有堅持勤體兩字的配音 使用發言 根據企劃法實行選擇 絕對制調 有要求高通主管機關愛迪台中文書 觀光經驗這些用 台語競技 頂頂的國家 人員來報應和票師 沒有其團體配平用發言 這種共選議員來出台 那是北下族選議員的主體性 沒有議家庭是因為 神經事其實經常經常 但才有機會 去行政教室 公佈我們 議車是有刷頭作用 你這個輕鐵好 比你要說輕行電車好 或是你要輕便電車好 這都可以再討論 不想說 因為是外來議員 我們五次就用發議 這樣就失去我們議員的主體性 我們母議家庭來說 比如說家樂府 我們都說加路方 不要讓人說北東路 可能 這個社會比較少人這樣說 但是 你就大大用 像在我們處理這樣說 就順暢 就大家都聽到 你有一個人說 再來第二人對在說 一樣 越來越多人說 就形成一個共識 專家學者和母議團體 都好有說 保盟就要加強 議員變款的意思 尤其高雄是台議人口上座的地方 和這認為 在台議的保障 向政行創新 高雄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願意當政策 儲勤替這種 比較新的技術 讓路子的面穿來了解 現在盧雄主 鄭鑽悠 台北報道